杜兰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整活大家都不陌生了 但是他作为一个超剧 他居然还会买球星卡 而且是NFT虚拟球星卡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酷酷 本期视频最后会有酷酷为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那请各位小伙伴耐心看到最后 相信每个球迷都有收藏过自己喜欢的球星的周边 例如球衣球节或者实体球星卡 甚至还会收藏自己喜欢的球员的一些精彩镜头 时不时拿出来刷一下给自己打打鸡卷 又或者穿着自己喜欢的球员的球衣 去赛场跟别人one on one都感觉特别牛逼是吧 那现在呢还有一种收藏品 那就是NBA TopShot的虚拟球星卡 NBA TopShot是由DevLabs发起的项目 建立在沟链上 是最早出圈的区块链项目之一 销售额一度超过10亿美元 而里面所有NFT都是一些NBA或者 WNBA球员们在赛场上的精彩镜头 那这些NFT均有NBA官方授权 就例如这个杜兰特买的虚拟球星卡 就是在园区中的一个比赛镜头啊 非常经典 快攻三打一 最后来一季爆扣 观赏镜直接拉满了 而他最具有收藏价值的是在雷霆时期 对着猛龙的时刻 在比赛最后10秒钟落后2分的情况下 3分in your face打进 直接送猛龙回家 那目前这张卡片都价值十几万了 而价值最高的就是这张 詹姆斯身份无人23号爆扣的时刻 叫价近高达330万 相信每个球迷看到这里都有一丝丝心动了是吧 一丝丝 那现在就有一个机会 就是KD与NBA Topshop合作推出的新手卡包 售价九刀 保底人开出一张目前价值38刀的杜兰特球星卡 而他还会在卡片的旁边倾诉一段对球迷说的话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开出保底卡之后 马上参与Topshop发起的挑战 就有机会获得杜兰特清签的球衣 是不是非常吸引 那这个卡片跟球衣都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看到这里的球迷可能会觉得 那我为什么不看视频就好 也不花钱是吧 为什么花了一些冤枉钱 但其实这些虚拟球星卡不单只是收藏作用 它更多的是拉近了球迷与球员之间的距离 又或者说与NBA之间的距离 因为他们会通过Topshop这个平台 来举办活动和宣传篮球文化 例如完成了某个活动或者收集了某张虚拟卡 就有机会收到官方邀请去NBA现场看球赛 达到鲜明球衣或者海报等等 更进一步还有线下的采访和互动 那作为球迷 这就是一件很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因为总有一两个球员能代表你整个青春是吧 你总想去看看他们打球 那么NBA Topshop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让大家去靠近NBA 纵使你参与了活动而机会都没找上你 但这些虚拟卡还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 就跟我们收藏球衣球鞋跟实体球星卡一个道理 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勉励 那透过KD最新这个NFT交易数据来看 一万笔的交易成交额已经达到了200万 我们也有史看出NFT收藏挺符合粉丝经济的 引爆当下的粉丝参与热潮 就像是最近爆火的幻英雄 每个参与者都为了周董买单 单个NFT的价格一度涨到地板价8个仪态坊 而NFT产品的出现 说不定会形成未来收藏的流行趋势 好了 那么本次抽奖就是在评论区分享你喜欢的球员 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球员 那么我们将在一周之后 1月29号抽出一位小伙伴送出NFT系列3的基础卡包 而得奖者将在我们微信或者电报群公布 最后 如果想了解关于更多NFT的最新资讯 可以给咕咕点个赞 我们的B站已经有一系列的新手教程了 而我们的社区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更新NFT的最新资讯 好了 那么本期就在这里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最后偷偷跟大家说一下 图兰特还是NFT的股东之一 其中还有乔丹和一个达拉 说不定下一个宣发的就是他们